大家好 我是香蕉人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最近我在各电商平台想找一个2.5寸SSD固态硬碟 来安装Steam下载的游戏安装档 给新的测试平台用 结果看到这美商博地的P210 512GB 2.5寸SSD 只卖699元 我的妈呀 这也太便宜了吧 几乎是同容量SSD的半价 这样他们还能赚什么啊 而且还很贴心的提醒购买消费者 选购2.5寸SSD要注意读写速度 这P210的读写速度有520和430MB每秒 算是高阶2.5寸SSD的表现 在4K读写表现也清楚标示出来 看样子他们对自家的产品很有信心 所以在这种夸张下格下 和广告文宣洗脑 我实在忍不住就下单买个回来了 当第一眼看到它整体包装质感 还不会太差使用一次性设计 在背后则是简单的产品规格说明和厂商资料 而它的代理商是副机电通 这P210则有三年保固 好快来开箱拿出来看看吧 这P210 512GB 2.5寸SSD的外壳全用塑胶材质 是周围没有看到用螺丝锁点固定处 所以它应该是用卡扣固定外盒 那我们来拆开看看P210 512GB里面放了什么好料 哦哦我的妈呀真的卡了有过紧的 感觉好像不想让你打开来看 可能一不小心都会把卡扣给折断 就Run Bu 厨房 转地转发情况愣 转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咻!终于打开了!真的超级不好开! 妈呀!它的扣角也太长了吧! 难怪用专业工具也不太好开启 而P210 512GB的内部主板 和其他2.5寸SSD一样都是短小型 它的主控晶片是用我不太熟悉的品牌 在上面使用的颗粒也是看不到厂牌名称 而在背后还有两颗 所以它是用4颗128GB组成512GB使用 如果你知道P210使用哪一家主控和颗粒 请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我买这一个P210 512GB 制作周期是2002年的第33周 还算蛮新的东西 不太像是在清库存的产品 那开箱就先介绍到这里 快来上机测试吧! 这次使用测试平台是机家Z690主机板 CPU是Intel 13大i9-13900K 记忆体有32GB 频率为3600MHz M.2 SSD是金斯顿KC2500 250GB 读写速度有3500和1200MB每秒 显示卡数为新 GamingX3有RX6900XT 16GB 首先是Crystal Disk Info 目前是全新完全没使用写入读写记录 而在目前待机温度为34度 再来试看Crystal Disk Mark 读写性能测试 在测试过程中P210的工作温度会来到43度 大约能再提升有9度左右 还在50度以下 难怪它会敢用塑胶外壳来使用 而最后在空盘0%测到读写速度 还比官方标示更快 读写有551MB每秒 写入有503MB每秒 而在4K Q1 T1的表现也不会太差 在一定的水准内 接下来是AS SSD Benchmark 测试 最后总得分有801分 IOPS约在44000和62000 确实在官方标示50K的正负公差里面 接下来是大档案读取测试部分 我们使用IDA64来做P210做全盘线性读取测试 可以看到它全程表现约在500MB每秒读取速度 读取过程中相当的评论 没有出现太夸张调述现象 接着是全盘线性写入测试 可以发现在测试初期写入速度 能平顺维持在450MB每秒 但在写到38%的地方 SLC快举耗尽后 就直接降速到65-75MB每秒之间 而且测试时间会不断向鬼打墙的延长增加到有完没完 实在受不了所以我们改换成实际档案写入来测试 我使用的测试档案大约有52GB 复制到P210里面 初期写入速度约在200MB每秒左右 但写到18%之后就马上爆充到450MB每秒左右稳定写入 到70%后马上又掉到只有120MB每秒左右到写完 所以到后段时P210大概会变成一般传统机械硬碟一样速度 所以我又不断重复拷贝52GB测试档案 到P210里面 约在第四次档案总计有208GB 在拷贝到40%时写入速度直接狂掉到只剩50MB每秒左右 所以说P210的SLC快取模拟空间大约有180GB 用完后往外速度大约就差不多和USB随身碟没两样 但我可是没有打算这样的简单结束 我又在拷贝第五次52GB测试档案到P210里面 结果这次掉的更快 大约在写入2%就直接掉到50MB每秒左右 看样子你只能再等等P210的SLC缓存慢慢释放出来 才能再回到先前的SSD固带硬碟原有的速度 所以我试着重新开机系统再测试一下 看能不能加快这缓存的释放 从起后起初写入速度非常的快 可是撑不过5%就又打回原型狂降速到50MB每秒的慢慢写入中 看样子你只能慢慢等待P210的SLC缓存轻功释放才有回溯机会 最后是在ATDO Disk Benchmark在16KB以上区块的读写还不错 读写速度已经来到300-400MB每秒上的表现 并且到256K时就能达到SSD极限480-520MB每秒的速度 测试到最后也没有出现掉速的问题 那以上是美商博地210 512GB 2.5寸 SSD固带硬碟测试 我觉得它就是如厂商说的 会比传统硬碟速度快上4倍 让你开机读写使用提升减少等待时间 只要你不把它的SLC快取模拟空间耗尽 它都会有不错的写入读写速度 但只要你把它使用完 你只能花点时间来等待它把SLC快取空间释放出来 所以依它只卖699元的512GB SSD固带硬碟 把它用在文猪电脑真的算是非常便宜又大碗 如果你还是很建议它 玩外速度超慢到无法接受 我也只能说512GB固带硬碟只卖699元 你还能要求它有多好的表现呢 对吧 只能说一分钱一分货是不变的道理 要再高一点品质建议还是使用三星870 EVO 或是美光MX500都是不错的选择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你还有看过更便宜好使用的 2.5寸SSD固带硬碟要推荐 都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也请多多帮忙按赞和订阅 让我可以更快一点达到10万订阅奖牌 我是香蕉人 那我们下期影片见啦 所以影片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订阅和分享 也记得把你的铃铛打开哦 这样随时才可以收到我上传的最新影片 拜拜